有人說,如果今次政改方案被否決的話,是民主派阻止民主發展 通過好像很簡單,但是通過之後怎麼辦呢?功能組別議席又多了,將來要取消功能組別就更加難了 今次如果這個爛方案都可以通過的話,下次的政改就一樣可以禁爛 到時2017和2020又說香港人未有共識,什麼都你說了 是啊,政制原地踏步是香港政府造成的,拿個有誠意的方案出來才是出路 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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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